欢迎回来 腾球运动对台湾观众可能比较陌生 但今年全民运动会的比赛项目首度纳入腾球 主办方屏东县府配合新南乡政策 加深与泰国、越南、菲律宾等国的体育交流 从上周日开始一连四天在屏东加东农校举办比赛 让这项原来风景于东南亚的运动也能在台湾深耕培植 腾球比赛场上选手们用手抛球发球后 就必须用脚或其他地方击球 这项被称为用脚踢的排球运动 如果球在对方场区内落地 或在对方最后触球后出界或落网 发球方就可以得分 腾球很有趣的地方就是它就像是排球一样 排球的规则 但是它又是羽球的场地 那跟排球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不能用手 它除了不能用手以外 其他的部分都可以 包括头啊胸口啊大腿啊都可以 倒气国家的一个运动员来讲 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运动项目 因为第一个它所需要的场地 还有就是空间甚至到仪器设备 都不用发挥太多的一个费用 但是又可以让选手们或是观众 可以去享受到这个比赛的一个乐趣 中华民国腾球协会表示 腾球运动其实引进台湾已经十多年 这次屏东县让腾球首次纳入全民运动 还邀请东南亚腾球 强运参与借由高水平对抗交流 让民众能更认识这项运动 也让台湾选手对腾球未来发展更具信心 我觉得这是对腾球是很大的一个脚步 就是可以让我们在未来有更多的动力 就是去在每一场比赛都可以拿下更好的成绩 希望就是跟教练一起培养选手 然后带着他们一起进入亚院 这样子那腾球其实它不难 只要你肯努力花时间练习跟读书一样 只是你肯努力花时间 其实它都很容易上手 另外腾球比赛也有其特有文化 值得观众去了解 比赛结束的时候腾球选手会去抚摸腾球网 它的用意就是在于对于这个球网的尊敬 以及希望球网可以带给我们好运 那在这个腾球的习俗里面 这个是一个特有的一个文化 屏东县体育发展中心指出 屏东县是腾球发展重镇 期盼透过这次赛事 提高大众对腾球的认识 也增加台湾与新南向国家间友好的互动 新唐人亚太电视 李军总台湾屏东采访报导